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12月12日 星期日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今早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是介乎15至19度 打鼓嶺低溫下降至14度 我們現在都是受東北國旅風影響 華南的北部氣壓其實正在上升 預計今晚會有東北國旅風的補充 抵達我們元朗地區 到時會轉出比較大的偏北風 早出晚歸的朋友 今天都要帶著多件外套穩固 晚上起大一點的北風 感覺可能會亮一點 現在黃色火災警告都是生效 其實今年入秋以來據統計 在大嶼山都已經有六次的火災紀錄 山火都是在乾燥季節比較容易發生 大家如果周末的時候 換日活動都要小心火腫 慎防火災 我們看看圍狂今早 看出去都是雲量不算多 天色很光亮 今早圍狂都會有大型的渡海泳活動 大家在海上游泳都要兩力二圍 亦都要享受比賽之餘 要注意安全 我們看看大範圍 在西北太平洋有些對流的雲團 預計今個星期 在西北太平洋都會有熱帶氣旋 有機會形成 而向菲律賓一帶 我們看近一點 因為受乾燥都沒有過流風影響 所以整個區域 我們元朗地區都是享受到天晴的天氣 仔細看看今天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天晴天氣乾燥日間天氣混亂 最高的氣溫預計會上升至25度 今晚有東北過後風的補充 會抵達元朗地區 現在是吹和喚的東北風 預計今晚會轉吹清淨的偏北風 我們亦都只望未來一兩天 都會早上清涼天氣乾燥大致天晴 看到星期一星期二的低溫都介乎16至17度 到了本周中 我們的氣溫稍稍稍回升 而到了本周後期 東北過後風亦都再次增強 到時氣溫亦稍稍下降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愉快